法造房司您好 好 隨著近期的這個行人入拳的意識抬頭 很多的那個正義謀人的那種檢舉的行為日趨的盛行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這種不合情啊 那可能合理 但絕對合法的這種行為 尤其是那種職業的檢舉達人 那這種舉措監督的這種措施 其實一開始是出於善的目的 可是這種極端的善到最後好像 摻雜了某些很複雜的一些惡 那我想要知道這樣子的行為 到底是不是一種不善之舉 也是否觸犯了五界這樣子 你的問題都很接地氣 善在某個條件之下 它是被 不 我們這樣講 某一種行為 它讓某些人會感到不舒服 但是這個行為呢 卻是在一個法規 或者是共同的約定標準之下呢 被定義為善 譬如說檢舉模仁 其實這就是 就是政府定出來的標準吧 那你去這個揪舉的話呢 只要你照相了 然後這個證據拒載了 這個檢舉就成立 然後舉發的人還有獎金 然後看起來它是在法規之內 而且還會得到 他檢舉之後的利益 那這樣的話 到底在佛教來看是什麼態度 很簡單 古德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為人善的 不為自己的 這才是為別人著想而不為自己的 這才名為善 如果是夹雜的為自己的私欲 即便那個名字叫做善 它也最終夾雜了惡的果報 或者不善的因在那裡 也就是人的行為是多面向的 不是一刀切善或惡 我告訴你 我也做過檢舉者 我也被檢舉過 我為什麼會檢舉呢 是有一次 我在一個只有車子可以開的 一個單行道的路橋 台南有這種路橋 在永康 但是呢 居然有一對年輕人 或者叫情侶吧 他們就大剌剌的開上那個快車道 而且還捨行 那我就在他後面 那我就舉發了 不過 好像台南市政府沒給我回應 台南交通局沒有給我回應 那我的目的很簡單 我沒有憤怒 我只覺得它太危險 然後對這個交通也太離譜了 因為這是一個蠻窄 而且轉彎會看不到人的這種車道 它會太危險了 那也太離譜了 這不是一個偶爾不小心的犯錯 看那個樣子就是故意的 所以我在想應該給年輕人一個警徹 是這樣 我並不在乎 Well 我有什麼獎金 但你剛剛說的是 他專門就沒事就躲在那裡 照相 政府在訂這個法條的時候呢 他有檢舉的獎勵金 他無非想像的是說 透過檢舉的嚇阻 來讓交通有所改善 這在國外呢 對台灣的交通 一直有違言 他說台灣很多都很好 就是交通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理解到政府 可能想要真正解決什麼問題 他想出這個方法來 但是當你講成魔人的時候呢 意味著說 他整天沒事就在做這種 乃至人一刹那之間停車 他就立刻要去檢舉 那因為那裡都畫黃線 什麼時間不能停 那你已經離開 然後我就照你 就法規來說 他只要檢舉得成 那就是他拿得到獎金 那好像你也不能說他法規錯 可是就他心態來說 他可能不是為了對方好 也不是為了交通好 這麼單純 他還可能為了一個惡作劇 或者是報復 或者是 就想要賺錢 那這樣就夹雜著 不純的念頭 那當然現在社會人士 我會講 沒有啊 那是我內在的事情 反正我在法規之內 是的 在某個意義上 就法律談法律的話 他是比較站在法規那邊 可是他內心裡頭的 法規外的 所謂厚道 跟為別人著想 而不是為自己得利益 來說的話 他確實是為自己得利益的多 所以他會帶有煩惱 那佛教怎麼說他呢 說他如果拿到了獎勵金的話 他花那個獎勵金呢 也不會很快樂 即便是今生今世他很快樂 因果當中也會有未來的不快樂 夾雜在其中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 這位 你聽聽看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 你再說 好